有煩惱沒有 等等 就是靜 那種的臨靜的境界 專心灌注在這個身體上 去盡心力 今天在我們的大理 看到了我們的醫療系統 自業的大醫王 也來大士們 大家用心用愛 真真的都走入了生命 去搶救生命 這一分的精神克服萬難 總是要達到了救人的使命 真的都是很感動 我想這都是我們大家在路歷 大家在付出 所得到最開心的感情 看到了我們的白衣大使 他們不只是用愛在呼喻病犯 還會用智慧去發明 這個廢物利用 而且乾淨利落 有人聽說廢物利用是不是 很不記得 每天都看我們人要怎麼用 我們如果是會用樣樣的東西 不是說廢物的東西 才是叫做隔壇 就是因為他們的東西都會發揮 真正的可救人的隔壇的東西 所以剛才主任在這個地方介紹 你看起來這是這麼的不起眼的東西 但是它是發揮很大的效用 而且也是救命圈 有的分泌中 手如果是這樣好像給它吐到 雖然醫學醫療的用具 有發明了說手牌給它吐起來 但是用人他會撈破去 後面也許就會把他的管都會拉掉 因為在插管的時候 在昏迷中他也不知什麼 只是不舒服地握不揉 那揉掉那就是很危險 他們也用心 用點滴的管子還是什麼的軟軟的 那就是可以把它套在裡面 這樣在裡面怎麼咬 怎麼咬就不會咬破人 那就是保護他 這雖然是不用用錢 但是用心 把那個悔文拿來 就救命應用 這真的是智慧 而且可以省錢 這實在是很感動 都自己自動自發 這都是我們的報 這個發明就是報 我知道 執行長和建長他們在那個地方 在那裡發表 醫療健康管理的這個 在那裡發表 其實他也去宣導 保特品可以回收 在那他也去報告你們這個小發明 他也有報告 如何回收如何呢 去來保護病人 這樣的他都有報告 然後呢他就報告說 那你就環保環保回收呢 還能做什麼作用啊 尤其是保特品 保特品回收啦 我們可以呢 回歸平片啊 可以呢 可以呢 挑選啊 那也可以紡織喔 那可以呢 成為 摩坦啊 他這裡是沙 他這裡都被拔拔去 那很多人看到 感覺到不可思議啊 也有一些博士學者在那裡 很驚訝耶 感覺說 這一趟出去了 真的為台灣爭光耶 台灣呢 真了不起啊 在醫院裡 在這樣的慈善機構 在醫院裡 能法會晤 不只是愛人啊 也是愛物啊 那這 疼洗地球啊 保護環境啊 這一次出去呢 一天堂地 搶救生命 搶救大地 都是我們共同的理念 總而言之呢 很期待喔 每一位生命 這是最尊貴的 無鼻子 無鼻子 還比較頂貴的啦 所以呢 會重視生命 敬重生命喔 那人人的心 都是很寧靜的心啊 面對著生命的大環境呢 我想 人人啊 都很靜靜心心 很敬業精神 我想 靜靜靜都是有這樣的環境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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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